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相信大家對到處都有的星巴克都不太陌生吧 而星巴克在世界各地很多區都有很多很酷的店鋪 鮑勃今天就來快速的介紹 我在東京的14家有點酷的星巴克吧 穿越還有蓮艙都不在東京裡面 我就先不安排進去這部影片 另外我也不會著重介紹星巴克的飲料跟食物 因為相信大家片都很清楚了 那就不廢話了 趕快看下去吧 這棟有名建築師魏魏武所設計 世界上則有五家的星巴克的星巴克 相信常來東京旅遊的人可能都已經拜訪過了 防雨跟太陽的屋眼是這種建築外觀的最大特色 建築本身總共有四層樓 在室內高挑採光良好的一樓享受princh的麵包 或是到三樓的Eriviamo點一杯咖啡雞尾酒 在室內或坐在外面想要都很適合 就算只點一杯喝咖啡 在正面積1200平方米的世界最大的星巴克裡面走走也值得 應該也是人生第一次在咖啡店裡面悠閒散步吧 哈納比喲地 Starbucks 道城市 這位於東京近郊的星巴克酷炫程度 寶寶卓也不亞於中暮黑的Reserve Road Street 非常適合花時間來參觀一下 那這家星巴克位於哈納比喲里之內 是獨賣樂園2020新開的藝術型花園 而咖啡店又位於溫室花園內 也是日本第一座的花園星巴克 邊喝咖啡邊觀賞溫室裡的植物與花朵 感覺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氣氛 除了星巴克以外 花園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大家務必來參觀一下 新術醫院是來東京閉訪的一個知名景點 而2020開幕的星巴克就位於新術院內 也是這裡首次有民營企業進駐於園內 建築本身被綠樹所環繞 從店內望去可以看到一個大池塘 跟自然的融合也是這家星巴克的最大特色 明年櫻花開的時候來這邊喝喝咖啡賞音 感覺一定很棒 射谷十字路口是一個世界知名的景點 在一次綠燈的時候可能會同時有3000人通過 而位於斯塔亞二樓的星巴克就是觀賞這個景點的絕佳位置 這家星巴克本身的裝潢並沒有太大的特色 我就不多做介紹 但重點是這家店鋪的地理位置造就這家店的特色 晚上看著人潮過馬路 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宮下公園2020年中重新整修完成 多家品牌跟餐廳進駐 而四樓頂樓的草皮已經變成 東京潮流年輕人的聚集之處 在這個開放宮堅的星巴克也顯得非常有特色 建築本身有Fragment設計總監藤原浩來擔任店面企劃 跟宮下公園的配色非常搭 點飛咖啡吹吹風 在底樓看著人來人往的澀谷 享受片刻的悠閒吧 在宮下公園星巴克的不遠處的東極Plaza六樓 也有一家潮流星巴克 本身的裝潢算是普通 但終於是咖啡店直接面對開放空間的 Omohara no Mori 讓你不用在店內人擠人 想坐哪裡就坐哪裡 由於這裡是位於六樓 往前看可以看到社果的天際線 往下看可以看到表層道的街景 晚上來的話還可以看到燈飾 我浪漫的 上野N次公園的致命程度應該就不用特別介紹了 位於公園內大噴水池旁的Starbucks 是一個喝咖啡的絕佳地點 面對空曠的公園景色喝杯咖啡心情舒暢 新大酒保車站Starbucks 2020年6月新大酒保車站整修完成 車站的二樓也開設一家新巴克 店內空間感蠻大的而且位置不少 重點是離三手線的天軌非常的近 邊喝咖啡邊看著電車試過 也算是一種蠻不錯的體驗 很適合鐵道米參觀 高倫Gateway是三手線最新的一站 由日本建築大師Win A5所設計 光是建築本身就很值得一訪了 位於車站三樓的星巴克使用 跟車站本身一樣的物質調的顏色 讓整間星巴克跟車站設計完美的融合 靠窗邊的座位也有插座可以直接充電 手機沒電手來這邊喝杯咖啡 看一下電車來往 充到50%的時候 飲料喝完趕去下個地方吧 二子漁川是一個緊鄰多摩川河秉公園的一個區域 非常適合居住 也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 日式庭園歸增園 以及裡面的舊清水底書院 也很適合一訪 而星巴克就正好位於河濱公園的河堤上 能夠在這個廣闊的公園喝上一杯咖啡 看著夕陽真的不賴 Ginza 6 Starbucks Reserve Bar 時尚區域銀座的星巴克當然也很時尚囉 在要位於Ginza 6裡面 Starbucks Reserve Bar的Sbarista 自己在現場做給人喝咖啡 這種exclusive感真的很不賴 雖然Reserve 在東京已經有開了幾家了 但這些片段是三年多前拍攝的 也是當時日本第一家的Reserve Bar 在東橋行中有一定的地位 我接下來會三家來介紹 Starbucks有個蠻有趣的系列叫做Neighborhood & Coffee 日文稱為 Chiiki Mi Chak no Kata no Starbucks 在東京都只有幾家店 那鮑勃去了三家 簡單來說就是你家好鄰居的星巴克 店員也都穿著便服 會更有親切感 特色就是有原創菜單以及酒精的提供 設計上的話每家都不太相同 帶大多產木質料的設計 空間感也很不錯 有時間的話建議大家每家都去看看 以上就是這次東京14家有點酷的星巴克 如果眼見的觀眾可以發現 其實包裹在影片裡面是以喝茶為主 那原因就是因為一天拍太多家了 怕喝太多咖啡會心急 再請大家多多包涵囉 有機會的話我還會出東京外 介紹其他現實的星巴克 那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